大部分都是用JavaScript寫的 那有些當然不是的話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大部分也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不保證全部都可以 再提供給各位 至少Yahoo奇摩 或者是其他有幾個股市 我試過都OK 那怎麼做 基本上 第一個 你網 這瀏覽器一定要用IE的 因為Excel裡面用的那個瀏覽器 其實是用 IE瀏覽器的物件 去顯示出來的 所以它跟IE瀏覽器是 是同一個模組 所以如果你要變更 你要把這個保護取消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從什麼 工具裡面的什麼 網際網路選項 網際網路選項裡面的安全性 安全性裡面的那個 制定層級 就是網際網路選項裡面的安全性 裡面的制定層級 那你把那個JavaScript的功能關閉就可以了 在制定層級裡面 這個制定層級裡面 你把這個卷軸拉到中間的位置 大概中間再往上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 Action Script 這個就 其實這個指的就是JavaScript 是不是要處理指令嗎 因為它的保護呢 基本上你的指令嘛 都會被執行 因為預設是什麼 啟用對不對 那如果有啟用的話 那你要漏一些資料的時候 它就把你擋住了 它就不讓你去做 或者像你們有很多網頁啊 你按右鍵 他就跟右鍵想要複製 它的東西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跟你講說 請尊重智慧 或者完全沒有作用 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什麼呢 一樣的做法 請你把這個安全性 制定層級 這個地方 卷軸大概到這個位置 中間再上面一點點 叫Action Script 把它怎麼樣 停用 對 停用對不對 按確定 它問你說是不是要變更 是 確定 好 那剛剛是有保護對不對 現在就沒有保護了 不信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們一樣的方法再做一次 我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從Web 有沒有 把剛剛的網路連結 連到 到之後 這個網頁呢 它本來是無法匯入資料的 但是因為它 那個JavaScript 現在無法作用 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已經 它的那個防護 這個保護層已經被我們破了 所以它現在呢 按匯入之後的話 一樣到A1 按確定 它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 怎麼樣 有沒有出來 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 就是這個方式是適用在 它的保護是用JavaScript寫的 不過呢 你會講說 那老師我JavaScript 我怎麼知道 它是用JavaScript寫的 基本上 你可以在 IE的版本裡面 有個開發者工具 開發者工具裡面呢 就會有 所謂 HTML 你這個HTML 它的網頁裡面有HTML CSS版型 另外一個指定碼 指定碼裡面呢 就是JavaScript 所有的JavaScript都在這裡 但是 這對各位來說太難了 你看 你看它裡面其實就是 去做一些保護的 一些部分 那城市 這麼多行 一千多行 你如果沒有時間看的話 直接怎樣 把這個關掉就可以 我記得在差不多中間 偏上面一點點 這個 但是最後記得要把它再打開 不然你很多功能就失效了 OK